欢迎此时锁定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持续带来关注的就是今夜最新 台北市西门丁晚间发生了两起重大的枪击案 案发经过赶快交给记者江云曼告诉我们 好主播稍早在台北市的万华市一连发生了两起的枪击案件 而第一现场呢在这个汉口街的公寓 当时呢这个是万国邦的许姓角头跟朋友在公寓里头 结果突然就被枪手闯入开了十几枪 而这名许姓角头呢是身中九枪 他的朋友呢疑似是身中了五枪 紧急都被送往医院治疗 其实之后呢这个枪手又转点来到万华的青山宫 当时他是一度有辖职 而人质跟警方是有对质的情况 而金北对质了这段时间呢 其实过程中也造成了一名远警受伤 还有一名疑似是路人有身中三枪的情况 都紧急被送往医院治疗 但最后呢这个这些人质之后都是成功获释的 但枪手最后是筹自己连开了两枪 目前也紧急送一 但是他的生死呢还不能确定 好云曼继续还要请教你的就是呢 这个远警的伤势 还有呢枪手的身份 就今天晚上呢 这整个枪集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有这么纠纷吗 继续请云曼告诉我们 其实在青山宫这边呢 稍早的时候发生这个警匪对质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惊悚的 现场是接连的来传出枪响 而当时呢也造成一名27岁的男员警 他的右大腿送一也紧急去送往台大医院 而这四名人士呢 其实经过警方的调查 出判都是在第一现场 这个许姓角头的亲友 幸好四个人最后都是平安的来获救 而枪手现在也在送一当中 只是他的身份 警方还要再进一步追查 那么是不是有黑道的背景 那么也要持续的带您来了解 那么汉口街商业大楼的这个枪集案呢 现在还要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目前今天晚上的整个过程 包括了这个市长柯文哲 还有警方这边的一个处理的状况 再请余曼告诉我们 那台法师万华呢 发生这个重大的枪集案 其实市长也是非常的关心这个状况 稍早柯文哲呢 也紧急了去取收他晚上的行程 第一时间去赶到万华分局坐镇 而稍早的时候呢 他也已经转点到这个台大医院 要去关心远警的伤事 而现场这个地方呢 其实稍早的时候 书长黄明昭也已经来到现场 就是要来关心这两起的枪集案件 目前警方出判呢 疑似是这个角头纠纷 是否有黑帮利益 在其中呢 还要再进一步确认 但是稍后呢 这个侦察队长也会在现场 开这个记者会来说明最新的情况 好的 那么另外一个现场 我们就要带您来看 说到了今天晚上有两起枪集案 所以呢 有一个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就在西门町 而且是在商业大楼 非常热闹的地区 我们继续呢 再交给这个记者吴宣彤 宣彤为我们掌握最新的情况 好 直播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在台大医院这边 因为就在稍早的时候呢 西门町闹区晚间七点多的时候呢 是发生了两起的枪集案件 第一起则是在汉口街的一处 商业大楼 而另外一起呢 则是在这青山宫 而根据目前是已经有四名的男子呢 都枪集并且是送到了医院去 有的送到马街 而另外呢则是送到台大医院 而根据了解第二起的这一个 其中有一位呢 则是一位警员 而他在中断之后呢 也是随即的被送到了台大医院后方 而在稍早其实台北市长 柯文哲他也是一早就结束了他的直播行程 并且是赶紧的前去了万华分局 来了解状况 而就在稍早的时候呢 他也抵达了台大医院这边 来了解这警员的最新情形 那么其实呢 他在稍早的时候 经过我们的访问 他也说要先来进去看一下 这警员他目前的最新状况 才会出面来做一些说明 但是根据了解 其实这总共有四名的民众呢 是受到了枪击 而其中的第一起呢 则是有两名 一个是五十岁 另外一个则是五十五岁 分别是中了五枪以及九枪 送到了台大以及马街医院 而后来呢 这个枪手呢 又赶到了第二个地方 也就是青山沟 来进行第二场的枪击 而当中还挟持了一名人质 而他后来也对他自己发了两枪 并且是没有了生命意识 而有最新状况 我们都会持续的 带大家来掌握 时间先还给棚定 好 其实呢 这在小早的时候呢 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呢 他也已经抵达到了现场 并且走进去 而他也跟我们透露呢 其实他刚刚在小早的时候 有在万华分局 来了解整个情形 但是因为其实 现在整个过程 还是扑朔迷离的 并且也不清楚 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人 来到这个现场 所以也不知道 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 深仇大贺 才会进行这样子的枪击事件 所以他还要了解整个过程 才可以得知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但是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 已经有四名的男子呢 是受到了枪击 并且有一名是远警 都已经进到了台大医院里头去 来进行治疗当中 而我们也会持续地带大家来掌握 整起事情的案发经过 好 那其实在持续地为大家来统整一下 整起案件的事发经过呢 因为现在呢 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已经经过了这个医院里面 来了解整体的情况 而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陆陆续续是有一些官员是来到了医院里头 来探视这个远警 因为这起枪击案件 也是这今年以来的 好的那么继续呢 新闻焦点要带您来关注的就是呢 国际新闻了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失利 现在改变战略 以飞弹跟无人机锁定乌克兰宫电设施攻击 包括首都基辅在内不少城市 都已经被断水断电 俄罗斯改打能源站 目的就是要让乌克兰的民众 在这个寒冬中无电可用 借此打击他们的意志 不过专家认为 目前看起来 俄罗斯的这个战略并没有走向 巨大的爆炸声响 接着就看到天空内声起浓浓黑烟 地念波罗的发电厂 一早遭到两颗飞弹击中 导致城市内核佐案的居民停水停电 而不止地念波罗 乌克兰全国各地的城市 包括首都基辅 日托米尔 南部港市 尼古拉耶夫都有发电设备 遭到俄国以飞弹或无人机攻击破坏 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 锁定乌克兰的能源设施空袭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失利 节节败退 似乎因此改变战略 转而对能源供给开战 企图换一种方式 打击乌克兰人民的士气 这实际上是一个改变战略 他们更加用了这些乌克兰战 但他们继续追求这些 重要的但并不是厉害的 力量发生的工具 俄罗斯显然在 在一步的战略 在一步步 在各国的国家 军事专家表示 仰赖无人机进行空袭 显示俄国出现缺乏 飞弹军火的迹象 乌克兰冬季严寒 缺电缺暖气 不仅民众日子难过 对政府也会是严峻挑战 缺乏瓦斯 民众在户外搭棚子生火做饭 除了基础能源设施 民宅也是俄军空袭的目标 看到被炸得破破烂烂的屋子 民众十分无奈 不过乌克兰人没有因此丧失斗志 尽管这个冬天可能会很煎熬 民众还是无所畏惧 表示要坚守家乡 还有人在这个时候回到家乡 就算水电暖气全无 也要在荒芜破败当中 重新建立起失去的家园 过去一周 战术效能涌现 反而更加激起乌克兰上下团结抗敌的情绪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而现在传出伊朗除了将提供俄罗斯更多的无人机之外 还将派遣军事人员协助俄军提供无人机的培训课程 详细内容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欧武战争发展 至今双方已经进入到这个延藏赛的阶段 当然就是比谁的后援比较多 那么现在就说 这个伊朗是不是偷偷的在帮助俄罗斯呢 因为不只是提供无人机 还传出说甚至派人来培训俄罗斯的军队 这是根据美国情报人士 他们就指说 伊朗是派了数十人前往克里米亚 来帮助俄军操作无人机 不过当然这个消息 包含伊朗以及俄罗斯包面 都是否认的 但是像是乌克兰 他们也是指正立立 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局长就说 这个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飞弹 工艺量是有13% 可以提供俄罗斯飞弹 攻击剩不到三成 所以他们就来用无人机填补 这样子的缺口 所以现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就开窍 说俄罗斯仰赖伊朗的无人机 也显示说他们的政治和军事 其实根本已经都状况很糟糕了 是已经到了破产这样的事实 俄罗斯出动伊朗无人机攻击 及新方的情报官形容说 无人机是穷人版的精准飞弹 同时也反映出的就是 俄军弹药匮乏 而伊朗其实是无人机制造大国 他们的技术也不断在精进 现在还开发出了一款 忠诚的无人机 说航程可以到达2000公里 一旦落入俄军之手 这乌克兰西部恐怕也会不平静 这是乌克兰人的噩梦呼唤 听到无人机破镜反应过来时 早已大难临头 扛起尖射飞弹试图拦截 还是慢了一步 首都基辅上空只要出现不明飞行物 防空火炮立刻此起彼落 能用的武器都用上 只要一发子弹击中就好 无奈还是阻止不了高速飞行的无人机 伊朗制的神风无人机 载着炸药跟仇恨让乌军吃足苦头 这种见证者136无人机 长宽3.5乘2.5公尺 大约是2至3个成年人大小 攜带炸药12架就等于 一枚巡异飞弹的火力 但是造价60万台币 只有飞弹的50分之一 发射之后以最高185公里的时速 低空巡航难以察觉 最后一头栽进目标 引爆用冲击力跟爆炸双重大击 然而还有另外一款伊朗无人机 乌克兰情报官向CNN记者 展示极落的残骸 贺见热腾腾刚出场的新无人机 这种迁径着6无人机 时速达到200公里 更可怕的是它能携带 四枚精准导弹 号称低空火药库 泽伦斯基看破俄罗斯武器库空虚 才会用便宜的伊朗货 但是事实上深耕研发 几十年的伊朗早就是无人机制造大国 这座基地位于扎克罗斯山脉腹地 容纳了100架无人机 视频画面显示 多种型号无人机沿着隧道排列 上个世纪90年代 正是因为西方制裁 伊朗一切靠自己研发 续航力已经可以执行中程打击 福特罗斯无人机 是伊朗国防工业制造的最大无人机 作战范围可达2000公里 伊朗不敢多讲 那是因为新式的机型 甚至能直飞到以色列本土 代号为阿拉什2的无人机 可以用于攻击以色列的 海法和特拉维夫等城市 阿拉什无人机的外形 就像是一枚巡航导弹 有着明显的机翼结构 起飞方式使用车辆搭载 火箭驻飞 相当于一枚巡航导弹 这让乌克兰游行重重 因为一旦俄军取得的话 不只是首都基辅 甚至连相对平静的西部 都将受到无人机的威胁 看着这些残骸皱眉头 国际制裁俄罗斯的破口 展露无遗 只要伊朗不受禁运影响 就没完没了 乌克兰不仅仰言要跟伊朗断交 还呼吁西方国家出重手 制裁军火交易 毕竟不是制裁伊朗本身 恐怕一时之间 乌克兰摆脱不了轰炸梦魇 俄乌情势现在有多严峻呢 俄罗斯传出将进行核飞弹试射 而中国大陆驻乌克兰大使馆 19号凌晨甚至发出紧急撤侨通知 再请若恒带我们来了解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火 大家很担心的就是演变成 更升级的战争的状态 也就是会不会变成是核战争呢 那现在眼看乌克兰战事升级 俄罗斯也传出说 是不是要来试射核弹呢 引发很多国家的紧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19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驻乌克兰大使馆 他们就发了一个紧急的通知 是撤侨通知 所以很多人非常的紧张 这里头内容就写到说 当前乌克兰的安全形势 还是非常的复杂严峻的 也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在这个安全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由之下 发出这样子的通知 还提醒说要做好 汽车油料等等的准备 也要随时来关注第三国 入境和停留的相关政策 那他说如果你打算说 暂时不离开乌克兰的话 还是要赶快来提前办理入境 第三国的相关签证 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是如果真的遇到紧急危险的事态的话 可以有一些自行撤离的备案 或者是用集中转移的撤离方式 那到哪里呢 就是说会安排大巴来集结出发点 这个地方可能是基辅 奥德萨或利沃夫等等比较大的这个城市 那具体的转移国别呢 将会依据当时的安全情况 在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再来看乌俄周一换球 俄罗斯释放了108位乌克兰的女战俘 开战后呢 除了俘虏妇女 俄军呢 更是刻意的绑架儿童 强势带他们到俄罗斯成为公民 乌克兰声称到今年的9月 俄罗斯用绑架拐骗的方式 至少已经带走多达64万名的乌克兰孩童 目的是想要填补俄罗斯不足的劳动力 108位乌克兰战俘大合照 笑得那么开心 因为他们终于逃离俄军魔掌 不过仔细看周一最新这次换球 回到乌克兰的清一色都是女性 终于和家人团圆忍不住 拥抱痛哭 连军医和平民妇女都要抓 但俄军掩人绑架才不限成年人 通疲俄罗斯太邪恶 就是因为绑架乌克兰儿童 似乎成了俄军惯用手法 77名顿内斯克儿童 带着行李专机抵达莫斯科 另外一批小朋友 搭火车送往俄罗斯 天真的孩子以为只是要出远门 而他们几乎都是孤儿 父母亲死在战争套火之下 俄军就顺理成章 带着他们离开家乡乌克兰 乌克兰官方统计 截至今年9月 已经有64万1000名乌克兰儿童 被用绑架 拐骗 详制出境的方法 带到俄罗斯 为什么俄罗斯急着增加6年人口 乌克兰官方认为 普琴想解决俄罗斯高龄化 劳动力下滑的问题 除了绑架儿童妇女 俄军非传统战略 还有网路攻击 早在战争开打前 俄罗斯就利用网工 瘫痪乌克兰政府网站 另外北溪一号和二号天然气管线 遭人破坏 俄罗斯也被怀疑 可能是幕后黑手 而普琴老是把核武挂在嘴边 也是多元战略的一环 俄军两架可以挂载核武的图95MS战略轰炸机 飞过太平洋上空药武扬威 甚至放话并吞的乌克兰四大区都受到核武保护 不管是能源站或核武部署 甚至是网工和人口洗牌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再直线陆海空交火 也凸显出21世纪军事冲突 早就和传统战争天差地缘 TVS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看美国其中选举进入倒数三州 民主党的选情陷入胶着 最新的民调还输给了共和党四个百分点 恐怕会丢掉参院的掌控权 而佛州的电视辩论会上 民主跟共和党的候选人 也针对台湾的议题进行攻防 美国其中选举进入倒数三州 佛州进雪活动白热化 民主党众议员戴敏斯 大战共和党参议员陆比欧 在电视辩论会上提到台湾议题 在辩论会上堕胎议题也吵得沸沸扬扬 总统拜登在助选时也强打堕胎权 想要挽救胶着选情 打堕胎牌抢救选情 因为纽时十月最新民调显示 大约有49%的选民支持共和党 比支持民主党多出四个百分点 共和党有可能重新夺回参院控制权 另外由于OPEC Plus决定减产 拜登可能在本周宣布 释出一千五百万桶战略备用石油 这场选举堪称是拜登的其中考 民主共和两党竞争更加激烈 TBBS新闻总统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B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